哈喽哈喽哈喽同学们纯电版的大G啊 然后这台车呢终于是一个量产版的一个状态了 而且这台车呢就是中规版本的一个量产车 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数据也都确定下来了 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 既然是电车们那就得说一下它的电量 它的总的电量是116度电 CLTC标准下的续航里程呢是570公里 大概原话这人家的原话大概57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然后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它有四个电机 最大输出功率是432千瓦 最大扭曲是1164牛顿米 它的百公里加速呢有两个标准 按照欧洲标准它百公里加速的这个时间呢是4.7秒 按照中国标准测试百公里加速的时间是4.9秒 这个你知晓一下猛这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它0到50的这一部分 它的低牛表现呢是非常非常强的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 它是有四个车轮有四个电机 同时在四个电机这边还有四个变速箱 也就是说它是带low range带低速四驱模式的 低速巡航模式的 然后在这呢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中网 是我觉得最直观能看出它是一个电动版G的一个区域吧 但这个中网你也可以去选跟普通版本G一样风格的中网 对这个你知晓一下 然后这一条灯呢 是这个电动版专属中网所带的 然后它呢在真正的那个量产车上 是有那种呼吸效果的 可以达到就是这圈有变化的那种感觉 但具体现在它也给我演示不了是怎么变化 到时候咱等有量产车的时候 我再单独给大家拍这个就OK了 然后整体的这个造型呢 那不用说了 还是记忆的那个范儿 方方正正的 但是在很多细节上 你比如说引擎盖的这个位置 稍微高了一点 A柱这一条的造型有变化 然后在前窗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也是有了一个小的造型 然后还有在车顶上面这个小沿这儿 都有一些小小小小的调整 那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减小它的风阻系数 或者说是在它现有风方正正的这个前提之下 去减小它的一个风阻系数 然后至于这些蓝条啊什么的 这都是作为这台纯电大技 也就是所谓的EQG EDITION ONE版本特有的一些小的车身的细节 然后呢这个车 这个门把手 其实是换成金属的了啊 我记得老版本的记 这个应该是塑料的 但是这个金属呢 它也给涂成了黑色 关门 锁车 如果你有记的话 你会记得 之前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 那么现在它终于有了这里受了 但是开门关门的这个声音啊 依然还是保留的 然后现在是锁车的状态 而且当时我在解锁的时候 就刚才我在解锁的时候 你们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就类似于那种怠速 正常咱们的记忆会发出 噜噜噜噜噜噜的怠速声 而听这个 对 这也是专门为这个电动剂打造的一个 算是所谓的怠速音吧 就是它当停在你边上的时候 你会 它就在这儿 给你一种那种很深沉的那种所谓的呼吸音 对 反正怎么形容这声音 就看每个人自己的感觉了啊 这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这个东西在你边上 这是很专属的 然后后边呢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备胎 你也可以去选配这个小挂箱 这小挂箱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实用啊 看到了吗 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充电器啊 杂物啊 乱七八糟的 其实就是一个后备箱的延展 甚至我觉得这个配置如果在普通版本的G上也开放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会去选择这个配置 而且这个后面的锁呢 是跟这个中控锁是联动的 如果现在是一个锁车的状态 你是打不开的 然后解锁 哎 才能够打开 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后备箱你也看一下啊 它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电动 所以就牺牲这边的一个空间 这个完全没有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电池呢 是嵌入到它的这个T型车架里的 这个你知晓一下 对 然后还有什么变化呢 咱们向车说 坐在车里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是改款之后 G的这个内饰的一个风格 中间的那块表给取消了 然后方向盘呢 变成了这种蜻蜓式的一个方向盘 主要是这三个键啊 在这个电动版的G上呢 它的功能是有所变化的 它不是三把锁了 但也都是跟越野有关的 中间low range就是低速四驱 这不用说了 当激活它的时候呢 这个四个车轮的那个四个变速箱 就会进入到大尺比的一个模式 然后去帮助你有一个更大的扭矩放大 然后去完成攀爬 这个键呢 就是之前我给大家演示过的那个所谓的G车 然后这个呢 是G steering 就是打方向的时候 它通过锁一侧车轮 然后去转小转弯半径 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 坦克掉头 大概那个的逻辑 然后如果现在我把这个车打着啊 打着 打着这儿一个键 是一键可以进入到这个越野模式的 看见了吧 就是你一键 它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越野的一个画面了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角度啊 车轮的驱动啊 等等等等 对 是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呃 这台车呢 它可能会有同学担心啊 你电池在底下 那你会不会有这个托底的风险啊 这个那个的 这个我是当时在G class的那个experience center亲侧啊 在那大石头上 去托底去蹲 按照数据 按照它的数据来说的话 其实它底盘的保护 或者说是对于电池的保护 是要强于 我们传统的汽油越野车的 因为它保护的会更加更加的严密 而且它用到的这一层东西 按照他们功能师跟我的解释啊 虽然我听的不是百分之百的明白 但我觉得我听懂了百分之七十 大概那个结构就是 呃 上面有橡胶 下面有橡胶 中间是碳纤维板 然后这个橡胶也是那种特殊的一种可以 呃 叫做减小缓冲的那样的一个橡胶 然后按照它的原话 就当时我说 它能这么拖底吗 人家的原话就是 我每天在这拖几十次底 专门测试这一项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来吧 甚至我可以把它稍微掉起来 可能从20公分30公分 这样掉下去碰到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都是OK的理论上 所以这个底盘拖底的一个事 电池保护这个事 你不用操心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车的这个涉水深度 因为它也强调说 它的这个电池做的这个密封性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车 因为它不需要这个进气系统 它是个纯电的车 那么它的涉水深度 是比普通版的大计还要更强的 那么它可以到好像是850毫米 那样的一个深度的涉水深度 对 那么至于电动车日常开起来 我就别跟大家去赘述了 那就是电动车那样的一个感觉了 然后还有就是车机系统 那MBOX这个不赘述 然后还有就是辅助驾驶 它也明确 这主要是我问的 它也说比现在这一代G 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一个L2级别的幅度驾驶 当然了 它的原话是达不到自动驾驶那样的一个级别 对 然后它也强调说攀爬能力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比这个传统汽油版的G 能力更强的 怎么说呢 你要问我怎么理解这台全新的电动版的G 其实我理解它的方式 就像我理解这个V12版本当年的那个G是一样的 你看G这个Icon一样的车系 有麦巴赫版本吧 麦巴赫版本的G一定不是让你拿来越野的 但它有没有有 那你说V12版本的G它有没有 也有 但这个版本的G也一定不是让你拿来越野的 而这台车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仅仅是为了说在G这个非常Icon的车系上 去把奔驰所有体系下最前沿的动力总成都给你装上 同时呢也不丧失这些功能 甚至让它在局部的时候表现得更强 就是某一个单向里表现更强 就好像我们开着那几台车 你说我会去越野吗 你说我会开麦巴赫G去越野吗 我会开G65去越野吗 不会 但三八所有也要给你 那么这个电子G也一样 我觉得它肯定是更适合我们日常 那你说这些硬核越野的东西要不要给我呢 它也给我了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它是一个特别对于这个车系一种 所谓的Respite那种情绪的一个存在 因为退一万步说 你对于越野来说 你就是需要一个快速的补能 那么它确实做不到 因为充电这件事 你在现在没有技术突破的前提之下 你是很难说瞬间能把电补满的 而且还有就是对吧 在野外在无人区你怎么补电 你怎么能用太阳能吧 这是一个问题 但怎么理解这台车 我就把这台纯电版的G 理解为跟迈巴赫G跟G65是同样一个展现 怎么说对它态度的这么一个车系 对这就是这台G的电动版了 然后后排我就不给大家去多展示了 就还是那样的一个坐姿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叫零重力坐姿 然后后边有两个娱乐的小屏 但这个小屏是可以摘的 因为其实坐在后面本来空间就不大 再有这个屏稍微侵占了一点 你的这个上面的空间 是吧 再基于现在我又喜欢玩手机坐在后排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没有 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用途选择就OK了 这就是这纯电版的一个大技 你了解一下 然后有机会如果能够去到一个特定的环境里 比如说去到那个越野小镇 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项目上 再去测试一下这个纯电版的大技 给大家去表现一下 它能有怎么样的一个通过的表现 越野能力的提升 也可以 我觉得应该也会挺精彩的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车就是更加的Race by G 这个车系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